台湾人不只爱喝汤 也非常喜欢喝咖啡 光是这11年下来 咖啡豆进口量就成长两倍之多 黑金市场吸引了台湾咖啡界的冠军师团队 远赴哥伦比亚 从产地开始找寻 对咖啡农比较友善的咖啡豆 这当中有一位备受关注 他过去是空少叫张志祥 原本15岁被送到温哥华寄宿求学 因为跟不上很自卑一度翘课 后来是怎么栽进了摄影和咖啡世界 还一步一步变成咖啡达人呢 带大家了解 南美洲哥伦比亚有着赤道横贯 高低起伏的丰富地形 得天独厚环境让咖啡产量丰富 曾经的第二大咖啡生产国 吸引了台湾咖啡界梦幻团队 前来探险溯源 站在中间的是咖啡空少张志祥 带领着梦幻团队 台湾阿里山咖啡冠军王子方正伦 专长封沛的芒果国王廖思维 和得奖无数的咖啡王子张仲伦 要前进哥伦比亚高山产地 你小心不要滑下去耶 小心啊 从生产烘焙冲煮 台湾咖啡界冠军级人物齐聚 或许咖啡迷们好奇 携手他们前进的咖啡空少张志祥 为何选择的是哥伦比亚 重点是哥伦比亚其实不像其他国家 可能一年只有一次的产季 哥伦比亚可能一年全年度 其实都可以找到非常新鲜的豆子 年初也好年中也好年尾也好 其实都可以找到新鲜生产的咖啡 其实对于在哥伦比亚的产区来说 是非常大的优势 每个咖啡的咖啡樱桃 Coffee cherry到一杯咖啡 其实那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的艰辛或辛苦的 15岁时被父母送到温哥华寄宿家庭 不懂英文加上独自生活 学业和社交关系都卡关 张志祥一度排斥上学 家里的环境也是一般 可是去移民的很多在温哥华的 其实是非常优渥的家庭 那其实在当下就会有一点点自卑的感觉 然后就会觉得说 很多的状况并不如预期 我学校的成绩啊 或者是会觉得很孤单啊 在那边一个人这样子 那其实生活会蛮比较辛苦一点 然后渐渐的就会觉得想要逃避 然后就一整年没去上课 意外的就开始慢慢接触摄影这件事情 然后就开始喜欢拍照 到处去拍到处去拍 那时候就不爱念书嘛 做过蛮多的挫折 不爱念书 然后就翘课啊 然后就到处跑啊 然后就带着相机到处跑到处拍这样子 慢慢慢慢的就会 透过摄影又回到了人群 返回人群回到校园完成室内设计学业 如果说摄影是他的笔墨 那么旅行就是他的出口 那后来发现没有钱了 我就去了澳洲打工度假 那在澳洲打工度假的同时呢 我们都那时候在一个小镇工作 那小镇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会上网 上网的时候发现就其实 台湾有在香港的一个航空公司 到了台湾去招募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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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我就投了履历这样子 线上投了履历 然后就没想要收到了那个面试的通知 可是同一天呢 我就收到了澳洲大宝礁的一个 五星级饭店的一个录取的通知 那那时候就很抉择说 到底要去那个五星级饭店工作 还是要回到台湾面试这份工作 然后后来还是毅然决然决定 要回到台湾面试这份工作 又要飞 然后又要做咖啡这件事情 然后又要分享 然后又要经营自己的品牌 其实真的还花了不少的时间这样子 要吸尘自己的水里面 对 有时候其实真的 坦白说真的睡不饱 咖啡生豆要经过翻搅烘焙 才能展现原本产地的风味 就像张志祥以往兼顾空哨 与咖啡师咖啡品质鉴定师身份 正因为拼命奋斗 才能展现最佳风味 现在过程中其实会有一爆的产生 那你可以听到声音有点像 啼啼啼啼啼像爆米花的声音这样子 如今咖啡空哨为了家庭离开航空业 和一样热爱咖啡的团队 一同翱翔在咖啡航道 你做你热爱的事情 自然而然你就会开始累积你的财富 所以我这句话影响我也蛮深的 就是说其实最重要的 你还是要做你热爱的事情 做你喜欢的事情 找到你自己的方向 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咖啡对我来说它是一个connection 一种连接 我觉得它连接了很多很多的事物 比如说它能连接人与人之间的桥梁 它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 可以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给连接起来的 它又是一个连接咖啡 可以是一个事业连接 它连接了可能是人生跟事业的连接 它也可能是 比如说有些人在相亲的时候 有人会选择在咖啡厅 它是一个氛围的连接 所以我觉得咖啡对我来说 它可能也可以跟设计做连接 因为咖啡厅的设计也是很重要 所以它跟各种不同面向连接之后 我觉得咖啡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可以连接所有事物的一个事情 咖啡连接组成了梦幻团队 而空哨也在坚持梦想与热情中完美落地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节节目还有更多聚焦